浸泡白切鸡 鸡是在街市买的 大约1斤 葱 姜 鸡杂 用盐散一散 这是鸡芒肌 习惯上我们也是拔掉 但有些人会吃的 我妈说吃了这个会没记性 要丢掉它 这个鸡腎里面也是 骚一下它 用盐散一下它 这个鸡腎要用刀刮一刮 它黄色的部分要刮走 这个是鸡内甘 如果刮走也不是太干净 你可以再给盐散多它一次 鸡要拔干净些毛 这是鸡肺 最重要是拔掉它出来 现在鸡肺 所以鸡肺 在这一边 鸡肺 在最尾部的位置 它有些多像内藏的膜贴 鸡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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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净不太熟,有血水 沖洗净 用刀背搓一搓姜汁 用少许姜汁 放在鸡肠上 大约放2茶匙盐 抹匀 里面也要抹 鸡和花雕酒很搭 抹匀 1汤匙的花雕酒 抹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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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1个葱 放入鸡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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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可能太大 不放入鸡肠 把鸡肠切断 放入鸡肠 腌的時候 腌20- 煮净好 水最好可以浸过鸡面 先放鸡杂和鸡脚 这个鸡要放进去 三上三落 这样兜一个圈 上来 再放进去 兜一个圈 上来 第三次放进去 兜一个圈 上来 可以完全放进去 浸多久呢? 等它滚回 现在已经滚回了 关火 浸二十五至三十分钟 看看鸡大还是小 如果是小的浸二十五分钟都可以 大的浸三十分钟 浸到一半的时间 拿回鸡 倒入鸡朗的水 再开火 滚了之后 关火 再浸浸 其余的时间 这个方法 就会比较熟 也有人 由头到尾 放进去浸 浸 浸二十五或三十分钟 这样鸡的骨 可能会带些血 视乎你自己的选择 趁着浸鸡 我先做姜蓉 姜切柚 葱切碎 下适量的盐 盐 蘸滚油 浸了十分钟 这样我喜欢鸡熟一点 把鸡熟一点 提起来 倒入鸡笼的水 因为我开了一盐 所以我也要开它 煮它 先沸 然后再盖盖 盖 再浸浸其余的时间 浸了十分 我现在再浸多它 十五分钟 一会 如果你的锅水 是浸不过鸡的话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鸡反转 水滚 我关火 盖盖 盖盖 再浸它 15分钟 浸了它 25分钟 总共 现在拿起鸡 旁边这一锅 是冰冷了的 冰冷水 放入冰水 盖盖 放入碟子 让它自然冷凉 鸡 鸡 已经浸冰了 拿出来 这个鸡 在斩前 抹一抹麻油 这样会香的 再切成 鸡 鸡 鸡 推倒汁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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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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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很滑 鸡腿骨有点红红 但完全熟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